西德尼亚的骑士原作是咋完结的 这么问的你是不是没看剧场版呢 老样子先介绍一下 该作其实是由二平棉老师于2009年至2016年 在讲坛设计下的月刊Afternoon上连载的漫画作品 去年一月播出的大学海卡纳也是二平棉老师的作品 而西德尼亚的骑士的漫画原作 共出了78话的内容发行了15卷单新本 我们2014年至2015年看到两季TV动画版 实际翻拍了大致漫画的前50话左右内容 对影关系如视频所示 而在2021年时所上映的剧场版《之爱之心》 正好翻拍了漫画从第62话之后 一直到最终化的剧情 如果你是只看过TV动画版 并且是依扎娜的CP粉 估计你要失望了 无论剧场版还是漫画版的最后 男主长道最后都没有跟依扎娜在一起 更搞的是依扎娜最后跟曾经爱慕过男主的女嗜好 绿穿鞋成了一对夫妻 并且绿穿鞋还变性成了男人 不过动画版里面主要还是动画组 太放飞自我了 TV动画版的两期几乎是把原作主线剧情打散了 然后再进行了高度原创谱写的故事 所以省略了大量的主线与情感不变 今天我就当时给剧场版打一个补丁 讲一下主线故事的背景脉络 来方便大家更好地理解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其实故事的背景并不复杂 在几百年前 主角所在的飞船刚启程没多久 并朝着他们认为可以定居的星球飞去时 年轻时候的船长跟男主的爷爷 熊皮妹子以及喜欢熊皮妹子的洛河 都还只是普通的飞船的基层人员 他们互为好友同时也是互为CP的关系 但是熊皮妹子的本体因为脑子中被外星褒衣袭击 本体只能在生命维持装置中生存 一旦离开这个装置就会死 所以喜欢熊妹子的洛河 就开始不断的研究完美的肉体 想要把熊妹子从束缚中解救出来 但是洛河也逐渐的对研究越发的痴狂 并高度的把自己改造成了一个机器人 直到在动画故事发生的一百年前 在遭受外星生物袭击的时候 洛河使用了不成熟的技术 利用了外星生物齐居子 与人类融合的融合个体 想利用这个星星武器来对付外星生物 结果却造成了融合个体的暴走 还错使飞船对抗齐居子的武器 给扔到了宇宙里 拿不回来 造成了齐居子入侵飞船内部 导致整个飞船的99%的人口 因为这一次暴走世界而丧命 后来打败了外星人以后 洛河怕被处决 把飞船组资料信息全部剪切到了 只有自己才能访问的数据库之中 气得飞船上的人 把洛河大量记忆拷贝到了复制人洛河身上 本体则被消除了记忆关了起来 所以跟在船长身边的那个洛河 其实是一个复制人 而一直在拐理洛河的数据库的 其实是由动画里那个操纵员第一名的 齐神他们家族代代相传来拐理 但不巧的是 齐神和自己的CP误入了洛河的实验室 遭到了洛河研制的血线虫的袭击 使得被关押的洛河意识附身在了齐神身上 后来才有了齐神闯入了包衣星白的实验室 并对研究人员用了血线虫 拿走了包衣星白的卵子 研究出了动画里后来出现的新齐居子 与人的融合体白羽衣仇 不过动画里没说的是 白羽衣仇的成功 让洛河看到了找到完美肉体的希望 于是洛河又研制出了第二个融合体比方 并且洛河想要把自己的意识转移到比方身上 结果比方因为发现了自己是包衣星白融合而诞生的 自我意识产生了矛盾而暴走了 差点造成了惨剧 不过好在又提前防备 并没有让事故扩大化 但后来洛河留了一手 他把比方身体的一部分 研制出了第二个个个体 并最终洛河成功的将意识转移到了这个新的比方的身上 洛河想法很简单 他就是想用这个完美的身体 把阻止自己研究的人都给杀了 他还负责见证人类生命的延续 然后带走熊妹子 给熊妹子获得永生的身体 所以故事的最后 飞船找到了能定居的地方的时候 洛河一直来捣乱 但最后跟动画差不多 洛河直接就被男主给杀了 男主协助飞船击败了齐骑子的巢穴 让飞船找到了赖意生存的星球 男主也在众多的大战之中 跟融合个体白羽一仇产生了感情 而最后牺牲自己保护男主的白羽一仇 意识被研究人员转移到了 由包衣星白做的人造人类的身上 最终仇和男主在新的行星定居 并生了一个女儿 而动画第二季疯狂跟男主撒糖的女二号 依扎娜之所以没有跟男主在一起 漫画里是有铺垫的 一开始依扎娜跟喜欢男主 绿穿鞋以及仇的如虫形态 一起住进了男主家 相当于互相监督了 结果反而增进了这几个妹子之间的感情 另一方面男主的后宫团 后来又加入了一个高度机械化的妹子 叫弑谷弟露露 本来这个露露是飞船上 移居到雷姆星系居住的成员之一 不过后来雷姆星系 遭到了齐居子的袭击而毁灭 只有露露被男主所救 后来露露也住到了男主家 男主活活给自己家凑出了一桌麻将 几个女人互相针锋吃醋了很久 而在之前的几次大战的过程中 有次飞船遭到了袭击 玉穿鞋差点因为没有绑好安全神而摔死 是依扎娜舍命当肉店救下了玉穿鞋 但这也导致依扎娜有一段时间 肉体都无法动弹 只能靠意识跟主角团他们交流 所以打这次之后 玉穿鞋对依扎娜的感情就不对劲了 在男主跟白羽一仇告白交往了以后 玉穿鞋就直求的向依扎娜 表达了自己对依扎娜的好感 所以在最后 玉穿鞋才变性成了男人要跟依扎娜走到一起 总之最后的剧情跟剧场版差不多 只不过剧场版把漫画只出现过 几秒的配角的剧情被阔写了 还省略掉了露露的剧情 以及骑士的剧情 但漫画和剧场版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男主选择和仇恨女儿在星球上定居 依扎娜和玉穿继续带着西德尼亚的飞船 在宇宙中漂泊寻找新的人类定居点 以上就是大致的西德尼亚骑士的原作 你还想看那不动漫的原作 是早晚节的本期视频点赞过以外 我就两天之内做出下期视频 望各位多多点赞多多支持